我身后这座山上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关公铜像 这也太大了吧 很多人呢都是站在这里咔咔的拍几张照片就回家了 其实关公里面呢暗藏了很多的数字玄机 尤其是呀关公那把青龙掩月刀 是不是很多人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刀呢 观众木子今天啊木子呢就爬上这座山 带您去看看关公是如何从一位普通人 慢慢走向武圣跟孔子齐名的 走了 哇终于上来了 快来看看这也太高了吧 我站在下面呢像只小蚂一样 据说能见到他的人呢 此生都是幸运的 为了建造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关公铜像 用铜一共达到了500余吨 钢材2000余吨 混凝土18000余吨 别问落地价是多少 对山西人来说呢 祖先的文化是无价的 这就是关公的角 大家快来看一看 比一个人呢还要高 俗话说的好 关公脚下走一走 好运连连到永久 祝福看到这个视频的家人 好运连连 咱们家人可以把好运连连写在评论区 这边呢就是关公的青龙燕月刀 桃园结义薄云天 燕月青龙刀刃寒 一记绝尘走千里 五官斩将定乾坤 古话说的好 别在关公面前耍大刀 您看呀 这就是关公的青龙燕月刀 锋利无比 是不是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刀呢 巨型无比 这座巨型铜像坐落于中条山上 遥望着故乡的盐湖 关公铜像高61米 代表关公享年61岁 底座高19米 代表关公在家乡生活了19年 关公啊叫关羽自云长 出生于公园的160年 是山西省运城人 相传在年轻的时候呢 关公特别的喜欢打抱不平 失手杀死村里的恶霸吕雄 而远走他乡 后来遇到了刘备张飞 之后呢 三人呀 桃源结役 并且发誓呢 要辅佐刘备 匡扶汉事 随后便追寻刘备 灭董卓 破袁绍 战吕布 退曹操 屡见战功 实现了魏 蜀 吾 三足鼎立的局面 人生呀 从未败比 也被人们称之为常胜将军 后来因为呀 大义失荆州 而败走迈城 悲壮去世 古话说 忠义不能两全 而关羽却做到了 他的忠义 被后世流传千古 被历代帝王追封 清代史 被封为了古圣 与文圣孔子齐名 如今关公已经是名义全球 全球各地呀 只要是有华人的地方呢 就有关公的故事 一直在流传 我们呀 不仅呢 从关公身上 要学习 为人处事的原则 和品格 还要像他一样呢 忠于国家 忠于人民 做事呢 要有勇有谋 有保卫国家的精神 为官二爷 点个赞吧 关注穆子 下个视频 带您去看 历史上的青龙演乐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